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富翁搖錢術 賺錢真快速 在禮拜天我們的課程 圓滿結束 課程圓滿成功 感謝各位在假日的時候 花時間來上課 讓自己能夠進步 因為投資自己是穩重不賠的 行情一天 那只一天而已 那你投資自己 那是殘緣 那是一輩子的事情 所以感謝各位 我們的課程圓滿 感謝再感謝 在上個禮拜五 10月21號 我提到什麼事情 戀人酸奸 那這一組線在節目上 我怎麼講 先拉再殺 投資朋友 今天是不是先拉再殺 以期貨來說 我問你 今天的高點 多少 9325 好 投資朋友 這是昨天基本上所講的嘛對不對 我把它蓋起來 你是會員 傳染稿裡面 所寫的 還有我們上課 其實基本上 都 幾乎都是會員嘛 你看你的傳染稿 是不是寫9315 9315 預測高點 跟今年高點 9325 這個地方拉上來說多少 一樣9315 這個位置 一點都不差 9315 所以你說 真的基礎分析 什麼叫做最頂級的基礎分析 你有辦法比別人早一步 看到未來 這才是頂級的基礎分析嘛 一般我們都知道 基礎分析裡面有什麼壓力跟支撐 那 普通的基礎分析是這樣子 你知道它是壓力 那你知道它支撐 可是你卻無法知道 那個壓力跟支撐有沒有罵過 所以你必須透過K線裡面的 細微的部分 去找出它一些蛛絲馬跡 透過蛛絲馬跡 以小看大 以近看遠 從股看筋 多角化 去看你的K線 來找出一些 邏輯跟道理 所以預測重不重要 重要啊 投資朋友問你嘛 10月17號的時候 當時在這個位置 你怎麼知道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子 一個禮拜多的時間而已 公道多少 前面高點 那現在的這一組線稱之為什麼 獨特三峰底 目前的量能很低 明天搞不好更低 那這種低迷量的情況之下 請問 到底是做頭 還是等待突破 都很像啊 所以這個行情裡面 我們要重視的是什麼 這個量是處於 創進年的第六低 像這個月裡面 基本上都是低量嘛 可是你看到什麼 外資的進多單 創死上第三高 投資朋友 什麼意思 量是越來越說 可是那一隻黑手 我們姑且把它稱之為外資 你看到外資的動作是 在增加它的進多單的過程裡面 今天已經高達九萬口 這個九萬口是過去以來 甚至於今年以來的第三次的一個大 最高的位置 所以告訴你什麼事情 投資朋友 現在走一個所謂的三生蟹型 一般正常的版本是這樣子 蟹型之後往下殺嘛 還有種蟹型是這樣的走法 蟹型之後 邪惡噴出去 最後趕頭之後再往下殺 有這兩種方式 所以一般最恐怖的是哪一種 就是這一種 但這種殺的幅度是很深的 為什麼這麼講 投資朋友 你看去年 去年為什麼會造成 萬點殺到七千點 因為它的這一段 去年的這一段 去年的這一段 噴出去嘛 是噴出去 噴出去之後 讓所有人全部停存之後 再往下殺 所以之前的焦灼 盤久必變 只是說它那個變 到底它是怎麼變 它是怎麼變 你知不知道 所以它從什麼東西 從K線裡面找出一些蛛絲馬跡 你看像10月17號 我講什麼東西 請你一定要預測 你如果不預測 你就做空嘛 想說破線做空 那可能不把錢當錢 我怎麼講 10月17號講什麼 這一組線為單垂探底 這種單垂探底是屬於 因為它入手 所以又稱為死為遭玉線 的一種延伸 那目前這三根線 為兵型式 兵黑的前組型 為多方步步為營 也就是說 隔天漲的機率是7成8 三天漲的機率是多少 7成9 因此 這個位置你要注意到說 小心它的一個反彈 隔天式反彈 反彈之後 這組線稱之為什麼 當錘探 當錘打磚 為什麼它是單垂打磚 你怎麼知道 我問你你怎麼知道 而且當下 如果你是指指看量來講的話 量根本沒有出來 那為什麼是單垂打磚 因為它過這個高點 這個數量都有交通過你了 有沒有過高點 兩根線來看 稱之為指日高升 而這個彈的力道 是取決於這個實體半的長度 以目前來說 站的一個幅度 算是中紅K 好 那三根線為三型式三股的右高型 為單垂打磚 那這個打磚的力道 取決於兩個地方 一個是什麼 下隱線的長度 另外一個是第三根K線的長度 也就是這個位置 長度是不是2比1 然後隱線的這一根是不是 10里半是隱線幾倍 2比1嘛 所以從這些蛛絲碼 幾乎我們可以知道什麼事情 隔天還是這樣繼續長 有沒有好 隔天繼續長 那這三根線稱之為什麼 稱之為什麼 所以如果你都不知道 你永遠都是這樣子 後知後覺 我給你教過 我教過你囉 而且基本上我也跟你講過了 我是都把名字寫出來 公開講叫做什麼 建大三年洋 何謂建大三年洋 你是我們賴的好友 我們都會教你這些東西 因為算是屬於做公益 就是說透過K線 來找出蛛絲碼跡 而且你認同我們的一個方法 那我們就教你這些東西 你看喔 像這根線為官角阳線 官角阳線對不對 好 那是屬於一個反轉看漲訊號 隔天漲的繼續多少 7成4 三年洋的繼續多少 5成而已 所以隔天漲的接近是7成 但三天內 就是說越到後面 繼續就越低 所以建議怎樣 需要先做確認 怎麼確認 以這兩根線來看 是屬於上跳型 因為這邊帶缺孔嘛 為烈日當空 這個烈日當空告訴你說 股價快速的奔走 多方占據優勢 但是 空方有可能被擊退 然而你也不用太高興 因為你要去關注的是 量跟價有沒有配合 因為小心出貨嘛 好 所以以三根線 為兵型式 兵紅直軀型 稱之為建大三年 何建大三年 大小中大 這個排列格式 所以怎麼看它 看量有沒有放大 如果量是平常的1.5倍 是對的 那如果沒有 準備怎麼樣 線路盤整 好投資朋友問你 這根線為拉出一根中長紅 因為這根線是什麼日子 10月19號嘛 在結算的因素之下 拉出站中長紅之下 投資朋友問你 我怎麼知道它開始線路盤整 你怎麼知道 這十九號 這個是今天 這三天 是不是在這根線 以後的三根 是開始盤整 你說它跌也沒什麼跌 漲也沒什麼漲 但整個情況 為一個膠著盤整 是不是跟你提過了 所以很多東西 它都是有一些規律在 你懂的規律 那我們水型陰陽線 就是幫你把這些規律 給找出來 透過模型 把複雜的情況 簡單化 因為簡單 你才會去面對 千變萬化的K線變化 不然的話 你要操作這樣子 越做越亂 越做越亂 籌碼也要看 新聞也要看 然後呢 美股也要看 個股也要看 類股也要看 摩塔也要看 什麼都看 到最後你就是說 老師啊 哪裡買 哪裡賣 哪裡補 哪裡 就這樣子啊 所以你一定要讓你自己 把複雜情況簡單化 而這一組線稱之為U字線 U字線的重點在於 這個量 要降低 但不能夠低得太稀疏 所以 這個長紅棒的量 一定要保持在定水準之下 那以隔天的確認線比較重要 好 所以說這邊 是告訴你風險大家非常輕動 也就是說 這個行情裡面你要去追 基本上 頂多盤頭而已 更是盤 小紅 好 前面叫劍大三連陽 後面三叫什麼 紅三兵 那為什麼名字不一樣 投資朋友問你 當時過高點 請問 過高就一定會漲嗎 過高就一定會漲嗎 我說什麼 每次過高必拉回 因為我們在做預測的時候 很多觀點 你可能不一定會認同 因為你講未來還沒發生 你說老實在我眼見為憑 我還沒看到 所以 有爭論 有懷疑 那是很正常的 那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 你的東西 要有憑有據 然後經得起驗證 所以隔天驗證 我跟你講什麼 10月10號嘛 我提到 這一組線 如果以單根來看 它是屬於一個關角陽線 因為當時的這個位置 其實是點一下就上去 所以我把它設為關角陽線 好 那你看它必須看實體跟上下引線 因為實體棒表達整個交易的供給跟需求 是最精華的部分 所以這個實體棒比較重要一點 那這兩根線 稱之為指日高升 屬於扇切形片 因為切這個位置嘛 是扇切形片 好 第一根跟第二根 它雖然帶有跳空 但沒有留下缺口 是帶個隱性缺口 也就是說 第二根的開低走高 收盤超過第一根的最高 是超過第一根的最高 對 超過第一根的最高 所以稱之為什麼 隱性缺口的扇切形變 然而有幾個地方要注意到 陽線比較短 還有量是縮的 所以預測的下一根會收跌 這在118億有提到 投資朋友 譬如說 你從我們書上所教你的東西去驗證 當天漲 我怎麼知道隔天會跌 從這些跡象的條件裡面去找出什麼 規律蛛絲馬跡 然後去驗證它 這三根線 是屬於兵型四肢 兵紅直屈行為 紅傷兵 那紅傷兵你必須以消息面 做輔助判斷 因為有時候 好消息的時候會長 但有時候壞消息的時候 在急噴的時候發生什麼 一個超買的狀況 所以在當時的情況有利多 然後以K線去做判斷 那幼智線的話呢 目前是屬於什麼 以這個力道來看的話呢 它的反轉的型態是屬於 相對較強的一個情況 好 所以隔天怎麼樣 我是告訴過你 兩根線指數高升 預測隔天為什麼 收跌嘛 隔天怎麼樣 是小黑 是收跌 好 好 那這個收跌的情況 是什麼時候 昨天嘛 禮拜五 我講什麼 戀人雙肩 好 同學們重點來了喔 上個禮拜五 我所講的 今天收完盤之後 你回過頭去驗證 開始一一檢視 我講什麼東西 好 我們再來做這個 上完課之後 實戰上的一個應用 昨天的線 是可以提到 它是一根月形像之陰線 因為陰線具有上下隱線 而力道取決於這個實體半的大小 目前這個實體半的隱線 長 實體半是小的 這兩根線稱之為 散疊形變質多頭切入 好 書上有寫喔 我也教過你 多頭戳入 是屬於漲還是跌的訊號 是漲的訊號 隔天音 幾乎多少 79% 我們書上都有寫 你去翻 多頭戳入線 所以這個出現的 序多力道取決兩個地方 一個是什麼 第二根黑K的長度 就這個位置 第二根黑K的位置 還有什麼 第二根黑K的量縮 如果量縮為序多強 但如果是 因為它是屬於一個下跌量縮 所以要看它有沒有量縮 好 投資朋友 在上個禮拜五 過高點的時候 請問 量有沒有縮 沒有嘛 是收黑量增 既然收黑量增的話 那請問 既然不強 隔天收黑 也合理啊 只是說它是屬於什麼 今天這個黑是什麼黑 上漲的黑K棒 上漲的黑K棒 表示什麼意思 偽陽縮 所以收紅不等同於收漲 這東西你要有這樣的概念 這個我教過你了 所以這三根線為 空型四肢空要四 裝飛型 叫所謂獵人雙肩 什麼叫獵人雙肩 在大陽縮的缺口處 這是隱性缺口的處 這邊有陽跟黑的多空拔河 所以要去分辨清楚 利用反抽缺口的時候 做確認 所以是屬於逃命的好時期 所以實際上 提防這個升降反 失敗的勝反走 也就是說 這些東西如果你都看不懂 你後面你都不用 沒戲唱了嘛 那如果你看懂 你就懂得股票 或是懂得行情怎麼走 因為股票就像投資 股票投資 就像推小說一樣啊 任何的動作 都有所謂前因跟後果 就像這段時間一樣嘛 量為什麼一直說 我問你答案在哪裡啊 那量說的過程裡面 那外資為什麼一直買 答案在哪裡 那透過量說外資一直買 所呈現出的K線 他告訴你什麼訊號 這些問題如果你都知道 表示你知道明天怎麼走 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呢 你要推嘛 推出道理出來啊 好 所以節目上我怎麼講 這昨天節目上講的喔 整個多空轉換期的浮兵 是在禮拜一喔 今天嘛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到 過去的時間裡面 他的反彈時間都是5支 從他過去的關係來看 像8月3號到8月10號 10月8月22到8月29 還有9月1號到9月8號 我們這幾天裡面 就這個意思齁 從當時的8月份 8月3號 你看嘛 12345 是不是反彈5支 然後還有 8月22號 14 14 12345 14也是反彈5 反彈5天 還有9月1號 12345 15天 好 那現在情況是這樣子 12345 一樣 5天 所以針對這個5 是屬於肺勢係數 你必須怎樣 語語尊重 並不是說5就一定反轉 而是告訴你說這個5它有一個慣性在 慣性什麼時候被扭轉 那如何確定 這屬於你後面會注意到的 還有 還有 整個週可以看起來很像上升商法 但創高乾脆 稱之為酸柱頂天 也就是說 上升商法 的過程裡面 的第二 的最後一根 紅黑板 其實並沒有很扎實的過高點 稱之為酸柱頂天 還有 美股是屬於壓縮盤 即將變盤 那台股是屬於所謂上升蟹型 剛剛也提到這個上升蟹型嘛 這算是一件對不對 必有故事乎之欲出 因為你看美國的走勢 壓縮即將變盤 投資變盤為什麼這麼講 壓在這個地方 美國即將選舉 每個人都在看 所以這樣的走勢 請問 它告訴你什麼事情 它告訴你什麼事情 我們要怎麼做 抓住節奏 抓住節奏 以意代勞 好 所以我在禮拜五的時候 跟你講什麼東西 這根黑散影線 它很像空方步步為營 跟當時的10月17號 多方步步為營 剛好做對照 什麼意思 這根線 這一組線 這幾天 有沒有 是不是黑 黑 紅 然後跟前面的這個位置一樣 紅 紅 黑 然後這個情況 是有點類似 有沒有 從以這樣來看的話 所以昨天 因為以昨天來看嘛 兩個是這樣 互相做對 這個跟這個做對照 好 還有 目前的窗頭回檔的慣性 還是存在著 那連續兩天過高 但沒有手穩這個 10月11號的 陰線吞噬 9327 看它怎麼衝光嘛 那目前 摩台是涉及之星 台子現貨背離 逆加差42點 所以今天為什麼 現貨比較弱 氣貨比較強 因為逆加差太大了嘛 所以這一組獵人雙肩 請注意到 會怎樣 先拉再殺 讓整個逆加差先做收斂 收斂之後 再回檔 這是為什麼告訴你說今天怎樣 先拉再殺嘛 節目上所講的 這是我們今天做的 今天賺的不多啦 因為其實幅度不大 這是大概至少 我們拉上去的時候 我們放空嘛 對不對 好 我這樣空的理由在哪裡 我遇過高點 9315 美股是 回檔再拉收下影 有沒有 美股是回檔再拉收下影 禮拜五的時候是這樣子 收下影線 然後是不是回檔再拉收下影 台股的走法 是不是先膠左 然後衝出去 然後量說壓回 收藏上影線 收黑 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的看法 在開房的預測 還有存存稿的表現其實都跟你提到了 那至於今天開房算是屬於強勢的 那量沒有低於不足600億 才是所謂的觸底難高線 所以攻頂失敗 破局而翻黑 那目前來看的話呢 整個壓力點會在明天會比較多一點 因為 衝光的態度是這樣子 欲走還流 所以該怎麼做 每一步每一步 請務必跟上腳步 你怎麼看 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來 positive 好 請 請 請 unfair 找 ¿ 5 事情 怎麼 都是 譬如 有一輕寶 廢棄容器要儘速清除 多一分警覺 多一分自我保護 看準一日行情 受用不盡 看準三日行情 副獎天下 027525868 成都同步 值得托付 成都同步 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 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神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成都同步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振兆 帶您領先洞行市場 穩健獲利 股往福利 成都同步 值得托付 027525868 明天怎麼看 這一組線 稱之為獨特三峰底 所以關鍵數字請跟上腳步 因為目前來說的話 量很低迷 可是呢 我們看到 外資的盡多當 反而是算史上新高 所以我們怎麼看 因為 請注意到 我如何知道 目前是屬於一個下向趨勢 請就這個公式 反空型態加續空型態加反多破局 這些條件必須輔合才成立 那目前來看的話呢 投資朋友 除了低迷量以外 沖慌態度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目前的外資在齊全 著墨比較深 所以這組處理納糕線的解讀是這樣子 牙股漲 台股沒有創高 那目前的台股高檔五連養 而外資盡多9萬口 像過去前面的這幾次 那目前台股雖然比 台子比現貨強 但是盡頭線 在團整區裡面容易怎樣 左巴右巴 所以當大盤在第一量的時候 外資盡多反而創史上第三高 所以這個低迷量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等什麼 等他表態 看他什麼時候表態 怎麼表態 所以我預估明天 在沒有量的情況之下 空翻的壓力會開始增加 那怎麼增加 怎麼做 請跟上腳步好不好 今天預測收黑 高點也預測命中 所以我明天一樣 繼續再轉 今天小賺而已 明天繼續再轉 操作沒有很難 因為投資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而讓你的勝率提高 就是為了讓整個路變得好走 在這個地方 請你一定要跟上腳步 因為這是個關鍵 跟上腳步之後 第一步踏對了 後面就怎樣 越來越順 明天帶你去賺錢 我們明天見 我們看的